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南新闻 我是张童彦 首先来看一看美南新闻日报头条 休斯顿客家会与上月在珍宝楼盛大举行敬老餐会 当天来自台湾的文和传奇戏剧团 为休斯顿的客家乡亲们上演了一出客家大戏《贯口二郎神》 同时也感谢海外的浩克文化巡回讲座的四位老师 专程来到休斯顿为大家举办客家文化课程 整场的晚宴气氛是让当天的会场充满着浓浓的客家风情 由休斯顿客家会举办的敬老餐会 9月21号在珍宝楼汇聚了数百位休斯顿客家乡亲热闹参与 当天客家会会长黄玛丽致辞时 首先介绍了这次海外浩克文化巡回列车的讲师 谷国顺 郑荣幸 邱宝郎和响明东东的汤运焕老师 四面老师在同天上午于乔家中心举办了客家的语言文化 客家美食 戏曲和歌谣四个方面的文化课程 让海外的客家乡亲在未来的生活中 能够更加贴近客家文化 更有客家味 会上 东东老师极尽为现场来宾带来了一群客家的摇毁乐 让大家感受了新一代的客家取风 引邀出席致辞助休斯顿经文处黄敏镜处长 对于这次文和戏剧团 以及文化列车能够安排在休斯顿的演出和讲座表示欢迎 在休斯顿客家会多年来对于传承 保存 发扬 客家文化也不遗憾 这种不屈不脑的进行精神是要大家学习的 今天刚好这个我们四国中华民国103年卓庆 那么科尔贝也特别有这个文化列车 以及我们文和这个传奇戏剧团到我们休斯顿来 文化列车就是到美国一共去7个城市 总共21间 那把我们休斯顿列为一站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这个文和传奇戏剧团 他到美国只有这两个地方 洛杉矶跟休斯顿一共来减天 我们也非常感激 我们能够休斯顿有这荣幸来进行他们的演出 当天晚上 乔教中心主任庄雅书和副主任李美兹 乔委员洛建明夫妇也都出席晚宴 前乔委员梁振平 101岁高龄的母亲 受压上台和大家打招呼 并向孙女献上了鲜红的玫瑰花 幸福温馨的画面 让全场响起了祝福的掌声 随后文和传奇戏剧团的压轴大戏 灌口二郎城是热闹登场 让全场的贵宾一边享用着美食 一边欣赏着家乡戏剧 也不失勾起小时候的许多美好回忆 能够看到这种客家大戏 突然间就让我 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 就说以前小时候呢 就跟着阿婆到这个戏旁下 我们想叫做踢旁爬 就看这个大戏 那时候呢是我们小时候 你们心里最梦想的一种的娱乐 我是休斯顿客家会会长黄玛丽 今年我们每年往年 我们都会请求客委会派团来 派老师来这边提我们讲课 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的文化巡回列车 来到我们休斯顿 提我们做开了四堂不同题材的课程 包括语言 客家语言 客家戏剧 客家音乐和客家美食 那在同一个晚上嘛 我们就是开了一个敬老会 跟这个文化巡回讲座的成果会 我们请到台湾的文和戏曲 情义剧义团 来到我们休斯顿为我们表演客家大戏 幻口二郎神 主要是让我们的乡亲 能够过一个非常愉快和温馨的佳节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